大乔的520皮肤是至爱花甲 小乔的520皮肤是纯白花甲 而安琪拉的520皮肤 是小丑 连花甲都没了 还整那一出毛毛虫细头皮 有点东西啊 但不多 周瑜的520皮肤是鲜花开道 酸车的520皮肤是白马拉车 而亚瑟的520皮肤 千条狗 透理谢 毛点确实没了 但是你这笑点有了呀 可是我作为金牌安琪拉 我却笑不出来 因为安琪拉的头发 我看着都觉得伤心 瞧着干枯瘦短的头发 而且一边走路 还一边掉头皮线 就这发质 你一天洗两个头都怕是整不好 这一次亚瑟和安琪拉的520新皮肤 品质是双传线 设计的非常大胆 充满了节日庆典范围 先抛开魔法精灵主题 适不适合庆典情人节不说 咱就看设计创意 确实还可以 尤其是亚瑟啊 他的一技能从自己举盾跑 变成了狗拉着跑 并且打击效果从顿机变为了撕咬 就这一点 鼠式可以平满分 而且实战打击感也非常棒 拿到体验卡以后 我就实战试了一下 这款皮肤的打击感和特效 在亚瑟的全部皮肤里面 可以排第一 不吹不黑啊 19号零点上线以后 大伙可以先在训练营体验一下 能明显感受到诚意和用心 可是相较于亚瑟的皮肤来说 安琪拉的我就要吐槽了 首先是技能特效 原本二技能的火球 变成了一个惊吓盒子 而弹出来的扎一看 很像毛毛丑嘛 并且技能特效很碎 一套连张二一三过去 漫天的纸屑还五颜六色 你扎一看确实还可以 但是看久了 光污染不耐看 关键是什么呢 你把这皮肤一选 看上动画里面 直接给你演一出毛毛兽细头皮 说实话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昆虫刚 凌翅目的幼虫 我看着都剩得慌 并且啊 精灵 魔女 马戏团的主题元素 虽然趣味性做得十足 但这英雄可是安琪拉 他要么在蹲草 要么就是一套连张就跑 他整场游戏技能放的 其实不多 相较于其他法师而言 都可以说很少了 而MOBA游戏里面的趣味性 极大部分是来自于折磨对手 举个例子 同样是惊吓盒子 你给莫子的效果 肯定要比安琪拉好 因为安琪拉的二技能 放的少 命中的更少 而莫子的二技能 放的多 命中的也多 用惊吓盒子折磨对手 这才是趣味性啊